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是HSK四级考前辅导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HSK四级考试 那我们在课程里边会介绍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做得更快 而且可以得到更高的分数 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的是听力的第二部分 那在听力第二部分里边,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如果在这个听力考试里边出现了时间、数字、地方、工作、关系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准备 那现在呢,我们来学习的是关于性格、态度和心情 这些的词汇都有哪些 那现在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性格 性格里边有很多词 这些词呢,有的比较难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是诚实 诚实的意思是不骗别的人 有什么就说什么 是honest 那还有一个就是粗心 粗心呢,有很多意思差不多的词 比如说马虎 比如说不仔细、不认真 都是粗心的意思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粗心马虎 他是一个特别粗心马虎的人 或者说你可能会听到 比如说他会跟朋友说 哎呀,我怎么办呢 我的钥匙又忘在家里了 那又忘了 那这样的人就是粗心马虎的人 好,聪明的人 害羞的人 shy,不好意思的 活泼,active 可爱,浪漫,有耐心 那有耐心的人 比如说护士或者老师 或者说如果你是你要有孩子的话 应该对孩子有耐心 那这个词在听力里边和阅读里边都常常出现 还有勇敢, brave 就是胆子很大 不是胆子小 是胆子大 我们说非常勇敢 然后幽默,humor 然后优点和缺点 那优点呢就是好的方面 缺点呢就是不好的方面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词里边有没有优点 有没有缺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粗心这个词应该是一个缺点 那除了粗心以外 其他的词都可以算是优点 害羞的话不能算优点 也不能算缺点 好,那这些词你记住了吗 我要建议大家呢 虽然可能意思你都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下课以后再去复习一下 而且你要去复习它的用法是什么 那这些词不仅仅在听力里边你可能会听到 而且在阅读里边你也会看到它们 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词 所以一定要会哦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题 这个是HSK四级考试的题 那这个题里边我们看到了 A很勇敢 B很诚实 C很可爱 D很有礼貌 那么我们要听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3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成功经验吗 我觉得要重视平时的积累 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诚实 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应该听到了有一个词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词汇 那就是诚实 是诚实 可能它读得比较快 它比较短 所以可能没有听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会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他介绍自己的时候 这个人问了他 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认真听 所以这三个字 应该可以听清楚 好 那么另外呢 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去选择呢 A很勇敢 在文章里面完全没有听到 很可爱 完全没有听到 很有礼貌 这个也听不出来 那很有可能就是B 所以你也可以用反的方法 我们叫做排除法 来选择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要选择B 那大家呢 第一要注意的是 这些词的意思 你应该要都知道 那你看到这些词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 他问题的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问的一定是 这个人的性格和特点 那你在听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去听他的特点 这样的词 常常你会听到一样的词 但是他说的非常快 所以呢 你有可能听不清楚 所以如果你先去看ABCD是什么 你先猜一猜他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在听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真的能听到他说的内容 否则很有可能因为特别快 过去了以后 你就没有听清楚的话 这个题目你就做不出来 那么我希望大家在学习了这部分的词汇以后呢 可以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HSK四级考试里边都会有一个题是这样的内容 所以这些词汇请大家一定要学会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心情的词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 有一个或者两个题都是关于一个人的心情的 那所以这些词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它们都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烦恼 烦恼就是不高兴的意思 我有很多烦恼 感动 比如说他看了一个电影 他说哎呀这个电影太感人了 我都哭了 那这个意思是他很感动 很高兴 那跟高兴的意思一样的词 还有快乐 还有激动 还有兴奋 他们是exciting 他们都是高兴的意思 所以可能你会听到 比如说 哎呀我今天太激动了 我终于可以什么什么了 那他问你 请问这个人的心情怎么样 那A可能是高兴 那有很多同学说 我没有听到高兴这个词 能选吗 可以选 因为激动和高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来看孤单 lonely 激动 我们这是一样的意思 紧张 nervous 然后快乐 冷静 come down 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他从来不冲动 他遇到事情都要想一想 怎么怎么样 然后难过 难受是sad 奇怪 strange 轻松 easy 然后伤心 也是难过的意思 生气 angry 失望 dispointed 舒服 这个comfortable 这个没有问题 无聊 没有意思 然后兴奋和激动 是一样的意思 幸福 happiness 愉快 是更高兴的意思 着急 是in a hurry 的意思 那么关于着急 大家要注意 你有可能没有听到着急 这个词 但是你听到了 怎么办呀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那很有可能就是着急了 所以你有可能在听力练习里面没有办法直接听到这个词 但是你可以听他们的对话的意思 然后猜出来他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这些词你们都会了吗 如果你们有一个词还有问题 我希望大家在下课以后呢 去学习一下这些词的意思 或者是你还得去学习 他们的用法是什么 那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在这个练习里面 我们看到了兴奋 吃惊 轻松 着急 四个词 他们都是关于心情的词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听力的录音 然后你们来想一想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二十 怎么样 那个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吧 我以为今天能顺利解决 但是情况比我想的复杂得多 怎么办呢 男的现在心情怎么样 嗯 男的现在心情怎么样 那你没有听到 ABCD里面的词都没有听到 那我怎么去判断呢 但是你去想一想 这个男的 他说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顺利 但是比我想的复杂 他最后说了一个句子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是兴奋吗 是吃惊吗 是轻松吗 当然都不是 应该是着急 应该是着急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试 如果现在老师跟你说 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一个人说 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我想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然后一个人说 真的吗 你们才认识一个月 那我想问 这个第二个人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是兴奋吗 是吃惊吗 是轻松吗 是着急吗 那因为他说你们才认识一个月 就结婚了 真的吗 那这个应该是吃惊 应该是吃惊 好 那我们再来试一试 A和B 那A呢 他说 我已经买到票了 我们明天可以去看比赛了 然后B说 真的吗 你太棒了 我真的是 太喜欢这个比赛了 那B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他也用了真的吗 那他是吃惊吗 不是吃惊 因为票已经买到了 然后B说 真的吗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比赛了 那喜欢买到票了 那一定是A 他非常兴奋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这样的词 你要看到的时候 你需要听的 不是说你可以听到完全一样的词 很有可能 这个对话的意思可以告诉你 他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的时候 你会听到 怎么办呀 真的吗 这样的 我不相信 这样的词 那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 这样的心情 那还有可能 你只听一个词 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那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的是 A和B 他们说的句子 意思是什么 那从这个意思里边 你可以判断出来 应该选择哪一个 所以这个题目 是有一点点难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态度 那态度这个题呢 在汉语考试里边 是常常出现的 他常常会问 男的是什么态度 女的是什么态度 那所以态度的词 在四级的听力里边 一定会有一个 或者有的时候是两个 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下 关于态度的词 有哪些 担心是worry 得意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厉害 有种高兴 因为自己很厉害 因为自己成功 所以很高兴的意思 感谢 后悔 regret 我买了一件衣服 太贵了 我买的时候觉得很好 但是回家以后 我就想 哎呀 我不应该买 我后悔了 怀疑 doubt 积极 positive 然后 骄傲 是proud 然后 可怜 是pity 可惜 也是pity 恐怕 afraid 礼貌 满意 satisfied 努力 批评 criticize 热情 vorm 然后认真 然后同情 什么叫同情呢 比他跟可怜的意思呢 有一点点近 但是什么叫同情 比如说呢 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会看到一些人 他们可能没有手 可能没有腿 他们在路上 然后跟你说 你可以帮助我吗 那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可怜 所以呢 我们给他钱 或者给他吃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同情他们 那这个词在考试的时候 在阅读里边出现过很多次 所以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喜欢很简单 羡慕 admire 原谅 forgive 重视 是觉得很重要 尊重 是respect 仔细 是care careful 那像这些词 他们的意思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 而且都能够 你要知道怎么去用这些词 那这些词 在汉语里边 HSK四级考试里边 不只是在听力的部分 你会看到 而且在阅读的部分 在写作的部分 在书写的部分 你都有可能去看到他们 所以这些词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呢 认真的学习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这是两个练习 我们大家要注意听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A 很感动 B 很突然 C 很后悔 D 很失望 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好 那大家发现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听到里边的任何一个词 这四个词你都没有听到 那你要怎么去选择呢 你要根据对话 男的要结婚了 女的说你开玩笑吧 你们才认识一个月呀 那在中国人的想法里边 认识一个月就结婚 这个真的太快了 特别的突然 sudden 你觉得很突然 是surprise 是很吃惊 是很突然 好 这个题应该要选择B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一个 A 太累 B 得意 C 感动 D 怀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觉得怎么样 二十八 我们去对面的商店看看吧 我真的受不了你了 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我们才逛了一个小时 时间过得真慢 和你逛街 比上班还辛苦 男的现在是什么感觉 好 那你没有听到ABCD的词汇 对吗 这个也是需要你去想一想的 那应该是哪一个呢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听出来 那这个对话是 男的陪女的去逛街 女的他们两个人逛了一个小时 女的还要继续逛 那男的就不想逛了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比我上班还辛苦 那辛苦的意思是 太累了 选择A 太累 因为他觉得累 他不喜欢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应该要选择A 所以大家通过这一些练习 有没有学会 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那我们要看一下 关于态度 关于心情 还有关于性格 那这样的考试 这样的题目 在听力考试里边 是一定会有的 那跟他们有关的词汇 不只是听力 在阅读和书写里边 都是会出现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些词的意思一定要明白 那么当你看到这样的ABCD的时候 你要马上想一想 嗯 这个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定是问态度 一定是问他的性格的 那你去听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应该要听什么 特别是像这样的问题 他常常你是不能听到 跟ABCD一样的词的 你要去想一想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去听 这里边一定有一个句子 或者两个句子 意思差不多 或者可以给我们答案 那这样的对话 大家一定要认真去听 否则你可能没有办法选择这个答案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心情 态度和性格 这个部分的练习和词汇 那希望大家认真的去学习 那在下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关于别的部分 这个是关于怎么样的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你常常也会看到一个 关于怎么样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问题 有哪些词汇 应该要怎么去回答问题 这个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学习 好的 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吧